他穷尽一生成为了棋王 却没下好自己人生的这盘棋 流浪棋王邓友邦一生痴迷下棋 他始终穿着一件破烂的衣服 推着一辆破旧的推车 流浪在天南海北 只为寻找能与他下棋的人 但其实早在九几年 他就已经功成名就 93年获得奥林匹克象棋冠军 此时的他风光无良 身价更是高达几千万 但是在96年与日本棋手打成平局后 道心破碎受刺激 变得疯疯癫癫 于是开始四海为家的流浪生活 只为寻找一个能剩他半子的人 跟他下棋的人 无论是路边的大野 还是刚放学的小孩 他都会用心地对待 每次对异都会全力以赴 纵使他衣服破烂不堪 但他的棋却洁白如玉 他不会因为手掌的漆黑 而对洁白的棋子畏手畏脚 也不会因为众人的围观 看着他那邋遢的外表而自卑 因为这是他最自信的一面 据说跟他下棋有个规矩 只要输了 就必须给他两块钱 但其实他从未像输了的人 要过一分钱 这条规矩也只不过是 为了让那些跟他下棋的人 认真对待吧 每当他拿起棋子时 整个人都是发光的 当把棋子重重地拍在棋盘上时 像是与对手博弈 也像是与过去的自己博弈 在如今这个满地 都是六变式的社会 他却抬头看到了月亮 他看似疯癫 却又比任何人都清醒 世人都说他没下好人生的这盘棋 但你有怎知他没下好呢 他只不过是没下出 你们想看的棋吧 人生如其 落子无悔 诸位 观其不语 才是真君子